好 那個我 我回去稍微規劃一下今天的內容 因為前幾天看大家 有一些朋友是比較沒有 碰過這方面技術的東西 那我今天可能就是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會先介紹私有雲 就是我們今天要建置的東西 Next Cloud 我先對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然後告訴大家去哪邊下載 等一下我們需要用到的檔案 當我們最前面的部分講得差不多之後 在各位就可以選擇 一開始就可以選擇兩條路 第一個是跟著我的講義 一步一步的去建虛擬機 我這個整個過程我都有把它貼出來 那我其實也比較推薦 不管你過去有沒有碰過技術 其實都可以至少完成這部分 就是說把虛擬機建起來 大概也需要留意哪些重點 建立一個虛擬機起來 然後至於虛擬機裡面 各位是要裝今天課程的內容 也就是我要請大家裝Debian 然後再來裝Next Cloud 還是說各位要去下載 在我們前幾天介紹EasyGo 在虛擬機裡面裝EasyGo 都可以 那如果沒有要 不太敢碰Next Cloud 跟安裝的朋友 其實我有準備 大家等一下請問 這個是我的今天幫大家準備的講義 你打開裡面會看到一個資料夾 大家看到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其實就是我們協會建置的Next Cloud 就是我們協會建置的Next Cloud 然後你這邊是可以下載 那當然另外一個呢 你也可以直接點所謂的ODT檔 看到的就會是我們線上協作的Office OK嗎 這就是我們線上協作的Office 那也可以打把PDF下來 下載下來 那這個呢 大家直接 現在可以打開這個網址 也不難記 前面是HTTP 不是S 那URL等12.5G 後面就是今天的日期叫Next Cloud 把它下載下來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就用這一份講義 那 上午的時候呢 我就原則上 就盡量會帶大家做到至少 把虛擬機建起來 跟Debian Debian Buster 最新的版本把它裝起來 那到這一部分 基本上我是每一個步驟都有截圖 所以大家可以跟著截圖 一步一步去做 如果過去沒有做過的話 是可以嘗試一下 那這部分完成之後呢 我們才會開始進行 所謂Next Cloud的安裝 因為它 它其實指令我也都貼上去了 只是我 時間來不及沒有去做截圖 然後 大家就照著那個指令 那會跑出一個非常基本的 Next Cloud的網站 那當然實際上 真正要跑個Next Cloud網站 但你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像講義裡面寫那麼簡單 你後面可能還需要接 接一個Storage NAS之類的儲存空間 然後 當然它也有一些外掛程式可以使用 我們前面有協會的Next Cloud 來給各位看一下 在第0章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上來 然後註冊一個帳號 那我們協會的Next Cloud 原則上是可以註冊 但是註冊不會馬上開放 所以等一下可能有註冊的朋友跟我講一下 我從後段幫各位開 可以嗎 因為其實我也怕有人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裡面倒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 尤其現在好像 好像 平台介紹者還要為內容負責 好像如此類的 所以原則上 不是說註冊之後馬上就可以用 而是我後段要先合可 那各位可以去註冊個帳號 然後去下載那個CLIME 去下載那個CLIME端 CLIME端有電腦版也有手機版 然後Next Cloud的CLIME可以用 OnCloud的CLIME也可以用 因為他們其實本來就是 Next Cloud就是從OnCloud分支出來的 分支出來的 那我們協會的平台上面其實有一些功能 行事例 筆記 投票 表單等等 可以用啦 當然你說一定要去跟外面的比 不見得特別好用 不過我自己是用行事例用 我主要的行事例是用這邊 然後之後下午體驗完之後 如果還有時間我們再來分享 我的這個Joplin 這個Joplin就是所謂的機制本 那機制本搭配Next Cloud 它是一個非常 我個人是一個非常滿意 就是所有的資料 全部掌控在我們手上 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等下有空的時候 大家下載講義的話 有空你就先去下載這個好不好 這個就是Debian的下載頁面 你去下載這個叫做Net Install的 Net Install的版本 然後看各位原則上應該是裝AMD64 在這個地方 網路安裝的CD印象 裝AMD64 我們等下虛擬機原則上也是跑AMD64 我想現在32的機器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那除非你的虛擬機沒辦法32 那再說 那可能就要下載i386 那原則上就下載這個 大概300多咩 300枚左右 那下載這個之外呢 如果你還有興趣 你也可以下載EGO 那你看著我講義安裝Debian的方法 其實你用拿來安裝EGO 其實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它也是 你把那個重點的那個ISO檔掛上去之後 後面就是一步一步 都是下一步下一步 好 那我想說我們今天之所以會來分享這個 我想傳達有一個蠻重要的 蠻重要的一個點 也就是說 其實現在各位知道雲端 雲端的應用已經非常普及 不只是社交平台 還有非常多影音分享 那些等等的 可是呢 目前 基本上雲端應用被幾個大公司壟斷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最明顯的例子其實就是Google 我 等我一下 好 之前我找到一個網站 跟我一下 應該是這一個 其實最明顯的就是Google 像基本上我不知道各位 對Google的依賴程度有多高 當然我相信蠻多人 不只是Mail 形勢力 還有各種應用 全部都是 那很多的雲端應用 也都直接用Google的帳號去認證 對不對 那基本上這當然是非常方便 那其實Google 你真正要講Google其實並沒有 沒有說一定要 各位什麼資料或什麼之類的 可是問題是 當你很多應用全部綁在Google帳號上之後 就會有一個問題 當你這個Google帳號一出事 這個出事不一定是你自己犯什麼錯 有時候是Google那裡弄錯 然後當你不能登錄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生活馬上就卡死在那裡 這樣的例子其實我自己身邊的朋友就有過 那這種狀況下 你如果要跟他去申請恢復帳號 其實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麻煩 甚至於他好像還會要求你回想 你是幾年幾月加入Google的 那這種根本就是不可考的事情 所以現在其實我後來在歐洲那邊 其實有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它就是有一個叫做De-Google-Five 其實我個人的解讀 這件事情並不是要求大家不要去用Google 而是說你某種程度上你必須分攤風險 你必須分攤風險 其實就是安全性跟邊締性總是相當程度對立的 那Google不是不好用 它是非常好用 但是可能某種程度上大家必須要想到 不管是資料帳號還是什麼 那個分攤風險的一個必要性 那我們協會其實也是本著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其實建了不少東西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在這邊的服務 像Masterton它是一個分散室的Twitter 類似Twitter的平台 那不過它是分散室 什麼叫分散室 因為目前Twitter所有的東西 都還是集中在它的伺服器上 所有的資料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說 目前Twitter它有計畫的 再刪除一些中國網軍的帳號 可是當然這件事也許有人會認為 但是我的一個疑慮是說 那它判斷的基準會不會失靈 判斷的基準會不會失靈 會不會誤刪 那這個是集中式 集中式一定是被某個組織所管理 那Masterton它是一個分散室 我們可以建很多平台 事實上我們學會有平台 看文化基金會也有平台 距離比一點社交 那我們彼此之間可以互通 那重點是這當中沒有什麼顧慮機制 所以資料量很大 但你自己可以去決定你想看什麼 我覺得不是由別人來幫你決定 這個是我覺得比較重要的 那像第二個PeerTube也是一樣啊 PeerTube像我最近其實講真的也是 不是說過的YouTube啦 真的是這樣 不只是很多的廣告 而且是 比方說像他們上面有很多機器人 是針對你的音樂背景 聲音這些東西 所以像YouTube上做直播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經驗 YouTube上做直播 但如果 你在做直播這是你的部分 但如果你的背景有人不遠處在放手流行歌 那很抱歉你這影片可能就會被判侵權 不是你放喔 是遠處 不遠處有人在放喔 那只要他偵測到你背景有流行歌 他可能就直接判侵權 所以講真的 我是有點說不了他們那種做法 所以我們自己也加了一個叫PeerTube 那PeerTube其實我個人覺得目前為止 我還 當然你說他也不太能做直播或是幹嘛 不過呢 我覺得也還算不錯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你YouTube上的影片 直接就揮過來 也算蠻方便的 那NetCloud 或者是像這個 什麼叫軟體熱反航軍基底 這其實是叫做Metamost Metamost它是一個 類似Slack 一個社群集中的一個平台 但是它是只有開源的 那 我們其實就在裡面可以開頻道 開 然後可以討論東西 之類的 放檔案 那其實我們就建了一系列的這些服務 那 各位當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書城 大部分賣的都是開放書籍 也就是你可以直接下載內容來看 有需要再跟我們買 有想要值本書再跟我們買 好 那這邊大概就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之所以建這些東西 其實Metamost就是希望跟大家 其實它是一個展示性質 它並沒有說 我們並沒有說要跟Google對著幹 或跟誰對著幹 沒有 但我們想要告訴大家說 其實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那你在Facebook上 其實我自己還是Metamost被綁在Facebook上 因為很多朋友都在那裡 但是Facebook上大家就要了解說 它的確有它的問題 因為它幫你決定很多事情 所以你看到的東西 往往那個立場是會變成同溫層之類的 那我們架了一個Metamost 就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除了Facebook算 你還有一個這樣的選擇 那這上面我不會幫你過濾任何東西 連成人的內人都有 但是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要不要拿掉 那是你們自己決定 不用我來幫你們決定 所以我就是希望跟 就是希望告訴大家說 能夠有一個不一樣的選擇這樣子 好 目前沒有啊 目前不會 只是它目前來看的也不多 不過它現在架在我那邊 我那邊的頻寬是300、100 對 上傳100 對 上傳100 那就是最大壓力展開 沒有啊 我目前 因為沒有很多的量 所以我也沒有要給你這個答案 就是 我只能跟你講說 目前跑起來 都還蠻OK的 那就是我設計的設計 你設計的設計 你設計上新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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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Master 等 PeerTube Nest Cloud 還有線上輸程 線上輸程是用Google Google Site 前三個是 前三個是 那其實我們這個是跑PVE 我不知道昨天 傑森理市長來有沒有談這個 對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弄了一台還不錯的伺服器 然後上面跑PVE 然後跑這些服務 前面這幾個基本上是 是在我家 就是你講的通條水管沒有錯 那這個是我們請 那個賓江國小的 吳嘉環老師幫我們建的 因為他自己建了一個 在給台北市自由軟體小組 那他就順便幫我建了一個 這種協會用 那其他像這個 這個其實是在Google Site上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 我們也不是說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集中在我們這裡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說 我們只是要表達一個這樣子 我這個 我們就是要表達一個說 其實它是可以分散 然後至少有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選擇 請說 Twitter 機制可以去防範這件事情嗎 因為好像就變成沒有一個主要的人來 主要組織來控制這件事情 我這樣講 所謂的分散是就是說 基本上它每一個人都可以架自己一個平台 然後它會有一個類似HUB之類的 那大家可以加入彼此交流 那假設你今天看到有一個網站 兩個網站 甚至於五個網站 它被網軍攻陷了 那當然你架這個站的人 本身你可以選擇要跟哪些站台交流 或我不要哪些站台的東西 那當然你說那個被攻陷的那個站台要怎麼處理 那是他們本身需要去處理的事情 那也就是說 因為既然是分散式的 其實 你可以說缺點是 就是我這個站管不到你那個站的事情 OK 我這個站管不到 我只能管我自己站內 然後我發現這個站內有些人發言特別奇怪 那你要不要被 那是你站內的路 其他人也管不到我站內的路 但好處來講就是說 我不會因為 因為在以Twitter來講 它其實是所有東西都在那裡 對不對 所以我要灌的時候全部都 那你變成Twitter本身 它就必須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而且影響是所有的使用者 那我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加入我這邊站台的人 我甚至於可以發個訊息 問一下我站內的人 你們覺得這個東西要不要擋掉 所以它其實是相對來講 彈性是大很多 本來這種分散式就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管理機制 都是各自 那我可以決定說 我要跟哪個站交流 我不要跟哪個站交流 這樣子的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一種做法 其實像PureTube本身也是分散式的 分散式就是大家都可以見 然後大家也會來加我 因為他們一樣是有一個列表 那你以使用者的觀點是 你可以加入任何一個站都OK 假設我今天加了這個站 然後這個站被網軍攻擊 我不爽 我就去跳別的站 我沒有必要一定要綁在這裡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那PureTube也是一樣 它也是分散式的營運平台 然後PureTube的影片本身它是走Torrent 應該走P2P 走P2P 所以理論上越多人看 它的效率會越好 理論上是這樣 只是我目前 我這個站 本身目前來看的還不多 但是我們會 我們其實都有更新一些內容上去 那也有人開始用我們的東西在更新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其實 就是因為目前看到的是集中式的問題 集中式的問題你要解決 必須仰賴唯一集中的這一個管理者 他決定要不要做 他決定怎麼做 我們使用者比較沒有太多的 假設你今天要在這裡 你就只能夠等他處理 但是像這種分散式的是說 至少我還可以選擇說 你這個站你不處理沒關係 我就跳別的站吧 我就這樣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來 請說 喔 線上發問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只是 我現在一下還 我們等一下就Sync一個網址吧 就Sync一個Headpad吧 因為我沒有特別準備啦 但是我覺得OK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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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把筆記下來 然後看要不要先開一個 我們大家一起弄 好 那如果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其實大家可以先去下載這個 就是這個 Debian 的這個 先下載下來 然後我們要來開始做 VirtualBIOS 可以嗎 好 我開始講到現在23分鐘 已經有六通未接來電了 好 那 那我們就進入 VirtualBIOS的部分好不好 就請大家去下載 下載這個虛擬機 那這個虛擬機其實 這個是我們 像在推EGO的時候 我們也比較推薦的做法啦 就是在裡面建一個虛擬機 然後直接把EGO掛在上面 那我們今天的用法 其實我這邊全部 每一個步驟 從建立虛擬機開始 哪一個步驟我全部都有截圖跟說明 所以 我等一下我也會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不過大家可以follow這個講義 然後我到今天早上 我發現有一個地方漏掉 所以可能會 到時候我會再補充給大家 那就請大家去下載這個 VirtualBIOS 當然有些可能是直接Repuzzle就有 如果是Windows 或是Mac的話 大概就是在這邊 就是Windows OS X這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下載最新版的 那注意下載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Extension Pack 另外還有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做Extension Pack 我在講義上面 我有把它highlight出來 在下面這邊 這裡 Extension Pack 那Extension Pack 基本上 少了它的話 你會 有很多事沒辦法做 例如USB就沒辦法做 但是要留意 這一個Extension Pack 它不是開源的 它不是開源的 它是所謂的 Personal Use and Evaluation License 所以 以這個授權來講是不可以商用 問題是商用是什麼 好像也是他們說的算 Oracle說的算 所以當然我們自己使用OK 我們自己使用OK 我只是有聽說 有公司中過槍 中過這個的槍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在這裡嘗試 我們只是在自己的機器上面 來做的話 其實就請大家下載起來 那這個Extension Pack 是 你安裝好 VirtualBox之後 它裡面會有一個 安裝外掛程式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把它裝起來 好 那我們先請大家先下載 好不好 然後等到大家把 VirtualBox 都裝得差不多 我們再繼續往下進行 當然如果你已經好了 你可以看著講義 直接往下做 這樣可以嗎 有任何問題就舉手 好不好 我們有強壯的助教在後面 強壯的助教在後面 然後有任何問題就舉手 好嗎 那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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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感谢观看 然后基本上像 你现在看到那个处理器这个东西 其实都是看你自己的机器 然后看你的应用 有多强 再来决定 那边在这边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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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关键点在存放装置那边 存放装置这边 因为我们的ISO档下载下来是要开机的 理论上这里不调应该也要可以work 但是我曾经遇过 没有调结过我开机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保险一点 大家就把它调到ID Prime Master 这个大概要二十年前有玩过电脑 比较会知道这是在干嘛 那个什么ID的 Prime Master Primer Slave这个东西 大概二十年前二十几年前玩过 会比较知道 那有兴趣讨论的当然可以来讨论 如果不晓得也没关系 你就是这样设 然后在旁边的光碟这边 选择你要的 选择我们刚刚下载下的 那个Debian的ISO档 那这个动作 其实你若是下载EGO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挂EGO 那你跑起来就会是它的Live 所以这个地方通了之后 其实各位回去要尝试EGO的 也可以去尝试 好不好 然后你一些设定正确的话 你的这一个安装方面 应该就可以出现 一启动之后就可以出现了 另外可能有一些朋友 有底子的 这部分可能对大家太简单 那个我们后面还有另一位神 就是穿那个荧光色黄色夾克那一位 那一位是我们 那个LibreOffice线上版 我们国内的厂商 所以呢它 它可以协助 不管你们组织还是公司 还是什么 它可以协助各位去建制 线上版的协助平台 就是Office这部分 那今天下午它会直接加一个站起来 给大家上来玩 那如果你现在觉得 这部分你都已经熟了 你也加好了 你也可以去找他聊聊 找他聊聊 就是关于这个线上Office协助的部分 那下午我们会请他直接帮各位 来讲解一下 我们标题里面有三套不同的 但其实他们是同源 他们其实是同源 那就是那部分 我就请他来 请专家神来为各位解说 好不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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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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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